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5月21日 星期五 這節要跟大家說一節國情新聞 這節就是關於一家貝殼找房 的公司 他的創辦人 就是左輝 左輝就是病逝 左輝就是國內 算是 富豪之一 十大富豪 其實也算是 這個業務做的就是做地產的中介 將地產中介的業務做到成行成市 又上市又成了 做了中國大陸 就是十大富豪 在2021年的 新財富500富人榜 左輝 就是排第八名 排在前面的就是馬雲 馬化騰就排第3 小米的雷軍就排第10 換言之 左輝絕對不是普通人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在國內做得 十大首富 到底是個甚麼人呢 這已經是第一點 這應該是一個強烈的證據 證明這個人已經不是好人了 還有第二點 第二點 稍後再說 也要跟大家說了 這個新聞的內容 在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 我上節好像也忘記了說 記得節目按LIKE 就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包括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Signal WhatsApp 我想說Signal 我常常都長期發現有問題 他不懂得通知我 就是無緣無故叫我更新 其實Signal 始終也是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問題軟件 大家記得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星期二得道和星期二日報 記得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也希望大家努力點擊廣告 欣賞廣告 記得 也是那一招啦 我覺得這招也是其中一招來的 所以大家要用 就是回去公司 努力點用你 藍絲的公司 藍絲的老闆那部電腦 瘋狂地播 如果再強烈一點 我想叫你回去掘礦 不過真的可能會被人 就會被人炒魷魚 但是播一下影片 基本上就沒有辦法 工作上也原本也要給你上網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事緣今天就是貝殼找房 我經常說貝殼找渣 找渣 找麻煩 貝殼找渣就是發負文 公司創辦人 董事長佐暉 因為疾病 意外惡化於今日去世 這個負文也挺奇怪 到底是因為疾病還是因為意外呢 這個絕對就是一個奇怪的中文 佐暉就是50歲就蓋旗了 負文裡面就說到了 今天就萬分難過 貝殼創始人 董事長佐暉因病離開了我們 原來就是因病不是意外 貝殼失去了一位奠定了我們事業 和使命的創始者 居住產業失去了一位始終在探索和創新的引領者 居住產業都有探索和創新 這個我真的覺得相當之奇怪 這個 就是大陸無其不有 每一樣東西 到最後都可以拿來上市 賺大錢做首富 重點是 只要能上市 什麼也是創意工業 如果把這些當成 做地產中介 當成做創意產業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對創意產業 一個很大的侮辱 香港就是一大堆這些人 稍後就要說 另外那個施永青出來說話 藍到發黑的人渣 出來大讚這個左輝 所以我告訴你 百分之一千肯定 左輝一定是人渣 完完全全 把土地 把居住權 香港控制的不只是土地 控制的是居住權 生存權 把居住權 生存權 這些基本的人權 當成是 產業 當成是炒作 這個左輝絕對就是其中一個 幫大陸就是把這些東西 把樓房 炒成 年輕人沒有機會買到的東西 不要罵了 先說一下副告 從鏈家到貝殼 極其有幸跟左輝共事一起奮鬥 一起推動行業進步的我們 失去了一位親密的夥伴 智慧的司長 左輝曾經跟我們說過 我們是一個時代企業經營者的宿命 就是要去幹煙花背後的真正 提升基礎服務品質的苦活 累活 完全不知道他在說甚麼 董事長收皮 令股價急跌11% 正如剛才所說 根據福布斯公布的全球富豪榜 左輝身家有155億美元 全球排名128 上星期公布的2021年 新財富500富人榜 靠著背殼爪渣 成功上市的 左輝有2220億人民幣 剛才所以跟大家說了 他在國內排名排第8 他的身家超過了碧桂園 老闆 緊接著馬雲的後面 馬雲就排第7 雷軍 小米就排第10 換句話說 他比小米更加有錢 事源跟中國大陸在1998年 將中國的福利分房取消了 本來中國大陸作為社會主義的世界 共產主義的國家 本來房產就不能夠這樣 徹底在市場出售 承著這一個就是所謂改革開放 是時候賺錢了 可以不用管手段 成功就是差不多壟斷了這個房產中介的市場 當時推出了一件事就叫做房源打架 換句話說 如果房源是假的 即是所謂假盤 就會賠錢給對方 這件事也不是創新 不要搞錯 這些不是創新 這是因為你 中國大陸的社會太多人造假 一個 稍為 再加一個字 稍為不做假的人 就已經被人當是真貨 或者是好貨了 你說這個世界 還有沒有 比這件事更加扭曲的呢 跟鄧炳強比 盧偉聰也好像不太差 不如找盧偉聰來做吧 又或者梁振英跟林鄭月娥比 也好像沒有那麼差 是不是應該找梁振英回來繼續做呢 沒有甚麼特別的 說了很多次 中共治下的世界就是如此荒謬 充滿謊言 充滿詐騙的地方 騙少一點的地方就很誠實 這個世界只是說相對 好像愛因斯坦相對論 左暉就是成立 連鎖的網站 加鏈 就是 貝殼爪房 不是貝殼爪渣 專門在網上找新盤 找二手盤 找租盤 最終被騰訊 看中了 推了他在美國 在納斯特克上市 他從2001年開始做 做到2017年 就是 被這個融創中國入股 再去到上年在 美國納斯特克上市 公司 換句話說 做了十幾年 從上年開始 從上年開始 才轉虧為營 換句話說 又是中國典型的 債務上市遊戲 上市就有錢了 我管你虧本還是 賺大錢 不要緊啦 豬埋單 讓無出在狗身上 還有豬埋單 中國才會有的 因為中國大陸 九不達八的東西都會拿上市 人渣藍絲 蕭永青就出來盛讚左揮 又說他顛覆了地產代理市場 好心理啦 你跟別人比較 別人是中國大陸吃得開 背後有甚麼勢力撐腰 跟你怎麼相同呢 在大陸發大財 不是說發小財 發大財 做得富豪的 背後不是你們 心目中的遊戲 不是你想 靠努力做生意 就會做到的東西來的 要埋堆 誰在你背後看著你 一定有中共的力量 一定是代表某個派系 某些人的利益 不然怎麼能打進去 那個圈子 怎麼會有 投資公司 投錢在你那裏 再推你上市呢 所以這些人渣 贊得的人 絕對不是好人 背殼在做的東西 其實就是 利用互聯網 將大陸的所有房源 徹底壟斷 到最後 將整個市場壟斷了之後 就可以以轉虧為型 因為當初 就是用傾銷的方法 用低於市場的價格 甚至乎是貼錢 跟那些共享單車一樣 就是要將對手 全部擊潰 中國大陸全部 那些共享經濟 全部都在玩互聯網經濟 全部貼錢 叫你召車 直到將所有 所有 提供服務的人全部壟斷為止 所以根本就不是在做生意 是在做傾銷 是在做破壞市場 是在做一心要成為壟斷者 整件事就告訴大家 萬般帶不走 你剩下多少 千億的身家 沒有用的 反而大家 看看這生人 大家做了些甚麼 我們香港人 我們覺得很光榮 搞得時代革命 我們覺得很光榮 就是因為我們不是 天天在做夢 要自己發達 要自己發大達 搞互聯網金融 坑殺其他 普通的小市民 所以這些人不是人渣 施永青 一生的志願 就是想把其他人當作韭菜 中國大陸就充滿著這些人 這絕對是一個非常可悲的事實 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拜拜